最后呢,请记得你在存档的时候,它会跳出呢, 哎,有没有,记得哦,它会出现下列功能无法储存无聚集的活跃固 那请各位注意一下,千万注意哦,如果你看到这个画面之后,请你不要选择是 如果你选择是的话,那就完蛋了,为什么?因为你的VBA全部消失了 特别之后,一定要选择否哦,或者是说你用另存型档,你不要按储存档案 否之后呢,那特别就要选什么格式哦,请你,比如说我直接干脆就存在原来的位置吧,就是这个位置 那储存这个浏览的时候,它下面有个存档类型 那请注意呢,一定不要选择第一个,XLSX 这个格式呢,它只会储存你Excel里面的资料跟Excel的公式 它不会储存VBA,如果你有VBA的话呢,请记得一定要选择第二个 启用聚集的活跃固这个,它的副档名一定是XLSM 好,记得不要选错啦,选错的话哦,你的VBA就消失 你刚刚做了所有一切哦,你的模组就会不见了 因为之前有太多同学啊,都忘了,然后暗示 现在来什么都不见了,那就要重来一次啦 按个储存之后啊,那这个时候呢,当然呢 如果你储存成这个格式之后啊 它跟那个原来的格式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最大的差别啊,我把它稍微放大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这个格式啊 我们原来的是这个10151嘛 这个是,各位可以看一下啦 最大的差别啊,它的副档名一定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旧的,另外还有那个图示有没有 这边呢,没有惊叹号,这边有惊叹号 那表示说呢,那如果2010的版本呢 它是彩色的,不过2013反而是变回那个单色的 我觉得,但至少你会知道说,里面是有聚集的 那特别注意,另外还有一个可能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说,我把它关闭之后,这个档案关闭了嘛 下一次再开启的话,记得是要开启这个有聚集的哦 但是呢,打开之后你会发现哦 请记得一件事情 上面有个启用内容,你一定按下去 否则的话你直接按这个,按执行这个啊 或者插入那个制定函数那个都会不会出现 因为呢,它担心有可能有一些所谓的聚集病毒啦 所以它预设的是一定会警告 先让你知道你要不要启用 OK,所以我们把它启用了,才可以执行 不然的话,像刚刚同学有没有启用 就直接按一下,奇怪怎么那个按钮完全没有效果 然后你的制定函数也完全没有出现 那当然呢,这个也是一种保护啦 所以如果说你将来呢,你担心 你觉得理论上因为很久以前有聚集病毒 但是现在好像很少听说有什么所谓的聚集病毒了 那你也觉得说应该没关系 只是说怕使用者啊,或者以后你又每次要按那个 启用内容很麻烦,那你可以从开发人员里面的聚集安全性 把它原来停用所有聚集 后面有个刮符会通知嘛 通知就上面那个东西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呢 启用所有聚集 按一个确定 这样子啊,他也不会通知啦,反正一定会启动啦 不过这个大家有潜在线的风险啦 我是觉得,如果你怕会有万一啦,你干脆用预设啦 然后以后记得,上面打开来一定要按启用内容 OK,因为很多同学都忘了按启用内容 然后就开始写程式,写完之后,奇怪不能执行耶 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启用嘛 没有启用就不能执行 这一点要特别的注意哦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把这个执行过 执行,没问题 好,那如果完成这一题之后的话 请各位哦,再开启152这一题 152这一题哦,其实难度当然又更增加了 有没有看到 长,宽,高,三个刮符 OK,那如果你有三个刮符怎么办呢 好,这地方的话后面当然也有个公司啦 有三个啦,啊我希望怎么样 三个全部放在这里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啊 当然最好是,这公司都非常冗长了 所以刚刚是什么,抓第一个 好,然后抓这个前刮符,后刮符 可是你会发现哦,这里有第二个刮符 还有第三个刮符 那怎么办,你要往后找 再往后找,所以fine那个函数啊 有123嘛,那我们第三个是空白 就是没有告诉他说从哪一个位置开始 那他就会从第一个字开始 可是如果你要让他往后找的话 那我们可以找到第一个刮符的时候 告诉他说,从第一个刮符加1 再往后找 他就会找到第二个前刮符 那如果要找第三个就是把前刮符的这个位置 第二个 再把它加1,他就会找到第三个了 如果你没有给他 他还是又找到第一个 OK,所以一样头有尾的话 那我们一样可以把它切出来 不过有没有什么更简单的方法 其实 这边的话,待会跟各位讲 有没有什么 最好是不要写程式 因为你会发现哦,写程式实在是 实在是非常的 麻烦的一件事情 你还要,这个可能要花很多时间 那其实在那个 Excel里面,我觉得它蛮好用 蛮厉害一点 就是说,它里面有一个功能 叫什么呢 叫做录制聚集 这个所谓录制聚集就是说 你如果不想要 你有些程式你不会写 那你希望它怎么样 透过录制聚集帮你写出来的话 它是有办法的 但是这个也不是万能的 它顶多是辅助你写程式 但是如果说你要靠它 全部都自动产生程式 那不太可能 所以变成说它可以帮你写部分的程式 那你部分程式可以自己拿来修改 或者自己再加上去 或者是把你录的部分程式 跟VBA结合 那会是最好的方案 那里面比如说有什么功能 比如说你想说 有什么方式 就像刚刚那个Find 在MID 你可以这样切 可是那一定是非常的冗长 那答案其实你可以参考一下 我是把它放在那个云端上面 其实我们云端里面 云端白板里面的152 那做法上面各位可以参考 你会发现最后做完的话 要Find第一个 Find第二个 Find第三个 做好之后的话 非常冗长 不是好方法 所以底下会教各位一个录制聚集 里面会用到一个所谓的资料剖析 那各位应该有听过一个 叫资料剖析的功能吧 资料里面 有一个所谓的资料剖析 那我需要剖什么呢 我要的东西 其实都在刮壶的里面 所以呢 我可以利用什么 资料剖析 特别是要 这个功能还蛮好用的 以后如果你要切一些资料的话 就可以靠它 资料剖析 那里面的话呢 第一个他问你 第一个问题 你的资料要怎么去做分隔 那我们想 有没有固定的宽度 还是分隔符号 基本上我们没有分隔 这个符号会有两个 一个是前刮后刮 这个不行 所以我们用选择第二个 固定宽度 好 下一步 那我的位置在哪里 其实你会发现上面有个尺规 对不对 这个时候请你注意 你的滑鼠请你拿稳的 点上面一下 它会帮你让 多一条线 两条线 有没有 OK 不过这个要点准 如果你们等一下试试看 你可能会点歪了 点歪了可能 才重来一次 你可能这样 固定宽度 对 不过你可能点歪了 没关系 假设你位置不对 它上面还可以让你移动的 有没有 比如说你点歪了 没关系 拉过来 这样也OK 然后再记得 把这个两个 就是头尾把它先圈起来 下一步 接下来呢 他会问你说呢 你要放在哪里 目标储存格 我放在C2 记得哦 不要放在B2 不然把它把旧的盖掉 我放在C2 OK 再来特别注意哦 有几个地方 这个我要不要 这个不要 这个前面这个要不要 不要 这个要不要 这个要 这个要不要 不要 所以这边有个 不会如此栏吗 这个要不要 要 这个要不要 不要 这个 不要 也就是怎么样 把不要的地方 怎么样 通通都把它 悬起来之后 按个完成 很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确定 有没有发现 全部切好了 这样有快吧 这应该我发现最快的 而且 讲到这里是完全不用写程式 那如果说你 每天 假设都要来一次的话 那这个时候 当然你会希望说 那如果我可不可以把刚刚做的动作 变成一个按钮 当然可以 所以第一个 请你先彩排 彩排完之后做什么 录制聚集 所以特别说 一 资料剖析 你们等一下试 不过我担心各位 第一个动作会做错了 请你注意哦 选哦 只要选这里就好了 你要剖析的地方 因为之前好像有同学整篮选 或者还有什么 好像还有不选的 反正问题很多了 就是开头地方 选的 在资料剖析 OK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呢 如果我要把它变 一个动作 全部完成的话 开发人员 你先彩排完了 再来就是什么 录制聚集 名称的话呢 资料剖析 拨是这个拨 西是这个 分析的西 OK 特别说 后面的动作 就是 Excel的 录制聚集 会自动帮你写 VBA程式 写完之后 它就是一个 Sub了 那它的作用 就等同你自己写完 那太好了 对不对 不过我讲过 它不是万能的 因为它有些地方 录下来的 会不是完美的 你还是必须要 自己修改 比如说哪里 等一下会讲 按确定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E 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它就帮你录 第一行 Range B2 冒号 B10 点 Slate 第一行 你做一个动作 它帮你录一行 录一行 最后呢 连续起来 就是它帮我写完 第二个什么 资料 资料剖析 固定宽度 下一步 然后点 特别这个 因为这支滑鼠不太好点 所以有时候可能会点歪了 而且这个真的要聚精会神 所以上完课之后 每个人都 我看都已经累 累爆了 回去很好睡 我现在下一步 然后呢 这边不会入此栏 这个也不会入此栏 因为你脑袋一直动 所以其实我刚开始上这个课 也是这样 我比你们还累 我还有一边讲 一边想 一边写 你们只是切回去你才动而已 你平常就听而已 不过后来我已经训练久了 我现在已经 OK 那这边的话呢 目标在这里 那这边就不会入 1234 OK 按完成 确定 那确定以后 看你要不要把这个取消 所以我帮边点一下好了 点一下它也录一行 叫range 就g2.slate 好了以后 记得开发人员 怎么样 停止录制 这个时候呢 你在聚集里面 会看到一个资料剖析了 然后你可以在资料剖析旁边 一个编辑 你会发现哦 它帮我做什么事 帮我在这边的 有没有发现 152的这个专案 其实你会发现 一个档案就一个专案了 会自动帮你插入一个新的模组 把程式写在这个区块里面 它其实基本上 就是我刚刚做的 所以我的习惯是 这边会加1 选取范围 2 做资料剖析 就是中间刚刚那个动作 3 取消选取 后面这个字 我会自己再打上去 做完之后呢 我就可以怎么样 再做一次试试看 把这个删掉 然后呢 插入一个按钮 其实我刚刚程式什么都没写 可不可以执行呢 试试看就知道了 这个地方 把这个按钮加出来之后 贴上 试一下哦 OK按它 有没有 过来了 所以你等一下可以自己写一个什么 清楚 就有个资料 剖析下清楚了 程式什么事都没写 都帮你写好了 有没有 诶这个录制去其还蛮方便的吧 对不对 不过呢 它有一些地方不完美 哪些地方 按下之后呢 它会跳这些东西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你就自己要加一些东西 让它不要跳那个 那个叫耳楞 耳楞就是一个对话的一个视窗 一个小的一个视窗 一个一个讯息方块 那当然你可不可以把它关掉 当然可以啊 啊怎么关 不过你们等一下试一下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哦 就是哦 把那个152的这边 稍微练习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我们多讲了一个 就是有关如何利用那个 就是录制聚集产生你要的程序 那这个录制聚集产生程序的优点 就是以税尔会自动帮你写VBA的程式 然后呢 你只要录完之后呢 再把它增加一个按钮 它就会自动把你刚刚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呢 统统再做过一遍 不过特别注意哦 有些动作你不能乱错哦 它你只要做任何事情 它都会录下来 所以建议是你在录制聚集之前呢 先要把那个动作先做彩排 或者是说你可以把它调列的在 每个每个动作自己先记一下 否则的话你要做的一些 不需要的动作也会帮你录下来 试一下